这是所有魔术师必学的皮筋魔术 魔术师只需要使用一到两根普通的皮筋 就能完成一套今天的魔术效果 著名魔术师刘谦 曾在春晚的舞台上 利用两根皮筋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至今也没有任何魔术师 超越他当年的火爆程度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揭秘 魔术师最常表演的三大皮筋魔术 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第一个是皮筋瞬间穿越手指 想要完成这个魔术 就需要准备一条普通皮筋 挂在小指上面 往上拉 并穿过中指和食指的指缝 两个手指夹住皮筋 再绕回来套在食指和拇指上面 表演前需要用另一只手的手指 穿过小指上面的皮筋 再调整拍摄角度 不能让观众看到手掌里面的皮筋 最后只需要放松中指 皮筋瞬间穿越 第二个就是刘谦的成名之作 皮筋枷锁魔术 两条皮筋交叉的 套在双手的食指和拇指上面 就算用力拉扯 也不可能将其拉出来 然而魔术师最后只需要施展魔法 皮筋就瞬间逃脱出来了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 两条皮筋套在一起再拉动皮筋 此时我们就可以趁机用食指和中指 夹住皮筋的一端 食指在顺势伸进拇指的皮筋里面 紧接着慢慢打开两个手指皮筋 就已经在外面了 为了迷惑观众 这时候我们可以假装 皮筋还在里面并左右拉动一下 最后再慢慢分离即可 接下来魔术师准备一条皮筋套在手腕前面 旋转180度再套回去 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套两圈更加的牢固 紧接着魔术师用手遮挡皮筋 就在这一瞬间皮筋竟然直接穿越手腕 非常的不可思议 其实魔术师在旋转180度以后 用中指伸到交叉的位置 再反方向旋转180度回来 这样一来一回就相互抵消了 最后魔术师只需要放开中指 就能让皮筋瞬间穿越出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